大家好,我是电影迷小雅 今天我们看的是漫威今年的电影《星变种人》 这一天深夜,丹尼尔从嘈杂声中被惊醒 窗外火光重点,房子摇摇欲坠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能跟着父亲逃命 此时外面宛如世界末日,到处都有汽车爆炸的残骸 父亲把他安排在一个树洞中,然后反身去救其他人 但没过多久,丹尼尔就听到恐怖的吼声 然后是父亲断断续续的惊叫 丹尼尔想要去找父亲,但很快就被一个恐怖的东西震飞,晕了过去 当丹尼尔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在一个类似医院的地方 上方的通风管道中似乎有人在观察他 但见丹尼尔发现,便迅速闪开 他不知道自己现在身处何地,房间里空无一人 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女医生走了进来 他自称是雷耶斯医生,并告诉丹尼尔这里是一个医院 让他不要惊慌 随后他又告诉丹尼尔一个十分沉重的消息 他的家乡被五级龙卷风袭击 而他是这场灾难中唯一的幸存者 这个消息让他有些难以接受 而且他记得明明有东西在追他 但雷耶斯却说,那只是丹尼尔的创伤和幻想 雷耶斯表示,丹尼尔之所以能活下来 是因为他具有变种人的特质 但他们目前还不知道他具有什么能力 原来这家医疗机构就是专门为青少年变种人设立的 就是为了教育和引导那些无法控制自己能力的变种人 雷耶斯安排了丹尼尔的生活 但很奇怪的是,这个偌大的医院中只有雷耶斯医生和其他几个变种人 雷耶斯让利亚娜带着他参观一下这个医院 但利亚娜并不太欢迎丹尼尔 丹尼尔此时十分想要回家 看看他的家乡是否还有幸存的亲人 利亚娜告诉他,想离开就要赶紧逃跑 而且这里没有任何围墙 丹尼尔信以为真,他全力向外面跑去 但他不知道的是,空气中却有一堵无形的墙壁 丹尼尔一头撞在墙壁上 此时他才明白自己已经被困在囚笼中 丹尼尔看着利亚娜嘲讽的面容 他想要上前和利亚娜打一架 但利亚娜瞬间就消失不见 原来利亚娜有穿越空间的能力 丹尼尔十分伤心,他想要自杀 好在雷恩及时发现 然后在他的劝说下,丹尼尔放弃了自杀的打算 雷恩告诉丹尼尔,医院里的这些孩子 他能变化成狼和狼人形态 具有强大的攻击力和再生能力 萨姆则具有变身成炮弹的能力 变身后他处于无坚不摧的状态 不过他们都没有熟练的掌握技能 因此需要不断练习 至于大帅哥罗布托,据说是巴西富豪的儿子 但他始终不说自己有什么超能力 因此众人都不知道他的能力 这天夜间,医院仪器监测到正在睡觉的丹尼尔 突然灵能急剧上身 而在医院里也出现了很多奇怪的事情 萨姆正在洗衣房洗衣服 却突然回到了令他痛苦不堪的地下矿洞中 他看到了自己的父亲 突然一股巨大的力量将他击飞 他又回到洗衣房中 第二天,利亚娜又开始针对丹尼尔 或许是青春叛逆 他总想挑一个人找茬 只见他右手能量画出铠甲 就要击中丹尼尔 好在雷耶斯及时出现 原来雷耶斯也是一个变种人 这件事虽然不是丹尼尔的错 但两人都受到了关禁闭的惩罚 这天晚上 丹尼尔开始显现出一些奇特的能力 但雷耶斯也不明白具体是什么情况 只能做进一步的观察 这几个年轻人精力旺盛 自然不会循规蹈矩 他们经常在晚上等雷耶斯睡着后 到阁楼里玩真心话大冒险 在这里他们会说出很多曾经发生的事情 比如萨姆在矿坑中引发一次大爆炸 造成巨大灾难 比如利亚娜在外面杀了18个人 所以才会来到这里 但其实这一切都在雷耶斯的监控中之中 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 这天在座谈中 萨姆有些失控 因为他不知道这种日子要到什么时候 而且他最近不知为何 经常做噩梦无穷无尽 他决定不再配合治疗 因为这看起来并没有效果 这天晚上 他们将雷耶斯迷晕 又开启了派对模式 雷恩带着丹尼尔从管道爬出 在房间外面欣赏无尽的夜空 丹尼尔不知道为何雷恩对他这么好 但一种情愫却从两人之间扩散开来 两人也拥吻在一起 但就在这时 房间内传来警报声 是罗伯托出现了危险 当雷耶斯和众人赶到时 罗伯托浑身散发着火焰 犹如一个岩浆人 雷耶斯急忙将他推进水中 才阻止了他进一步爆发 罗伯托认为 他的前女友来害他 他要离开这里 但监控中却显示 这里至始至终只有他一个人 其实那都是罗伯托的梦境 他曾经因为超能力失控 烧死了自己深爱的女友 这是隐藏在他心底的恐惧 罗伯托想要回家 但雷耶斯却不允许 在这个医院中 他才是老大 第二天 雷耶斯开始为丹尼尔做检查 他让丹尼尔回忆 灾难之夜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想起恶魔熊带来的灾难 而恶魔熊是丹尼尔从小就有的恐惧 随后丹尼尔又看到 在一个医院中 很多孩子都被抓走 似乎有人在强迫他们 丹尼尔十分恐惧 情绪也渐渐失控 与此同时 雷耶斯在浴室中 见到了自己最恐惧的神父 他用烙铁在自己身上 留下了M字疤痕 丽亚娜也遇到了 自己最恐惧的面具人 此时大家才恍然大悟 原来一切都是丹尼尔的原因 他将恐惧带到了医院 丽亚娜认为 丹尼尔会杀死所有人 于是他准备先下手围墙 但在他接触到丹尼尔的瞬间 恐惧再次涌上心头 丹尼尔竟然变身成为面具人 丽亚娜瞬间吓得魂不附体 被雷耶斯制服 随后丹尼尔去看望丽亚娜 因为刚才他读取到 丽亚娜的一段记忆 那是一个犹如地狱的地方 原来那是丽亚娜创造的一块空间 叫做地狱边境 每当遇到危险 他总会去那里躲避 而那些面具人 就是他最恐惧的东西 雷耶斯这边 他收到上级的指示 上级告诉他 丹尼尔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对象 要速速采集完他的血清 然后再将丹尼尔销毁 原来雷耶斯所属的机构 名为爱塞克斯公司 这个公司在上一代变种人中 就策划过很多事件 天启之所以被唤醒 就是这个公司在捣鬼 丹尼尔找到雷恩 他将自己看到的一切都告诉了他 他认为之前自己看到的是雷耶斯的记忆 这里或许并不是一家医院 他们正在强迫这些变种人孩子 做一些事情 正在这时 雷耶斯准备抽取丹尼尔的血清 丹尼尔也准备读取更多记忆 或许能帮助他们逃离这里 好在雷耶斯准备抽取血清的时候 利亚娜这边再次出现问题 面具人又出现了 他们以为面具人是幻觉 但一切都太过真实 就连萨姆也能看到面具人的存在 两人急忙逃跑 雷恩则来找雷耶斯帮忙 此时丹尼尔已经知道 雷耶斯准备杀死自己 他大声呼救 正好被雷恩听到 雷恩从管道中进入房间 虽然他将雷耶斯打伤 却被他逃离 此时整个大龙洲都是面具人的身影 萨姆和罗布托用各自的能力 和面具人搏动 利亚娜也克服了自己的恐惧 将面具人斩杀 随后众人来到雷耶斯的办公室 找到了各自的资料 原来艾塞克斯公司 并不是要将他们培养成X战警 而是要将他们培养成杀手 他们决定去杀死雷耶斯 这样就能破坏那该死的防护罩 他们才能获得自由 但雷耶斯也是变种人 虽然他身受重伤 但他的防护罩依然十分强大 就在众人无法振脱防护罩 即将眼睁睁的看着丹尼尔被杀死的时候 医院的防护罩被攻破 整个医院都震动起来 原来是丹尼尔内心最恐惧的恶魔熊出现了 恶魔熊一口就吃掉了雷耶斯 众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此时的丹尼尔陷入昏迷 大家只能带着他离开 利亚娜用魔法幻化出铠甲和长剑 他准备去和恶魔熊单挑 为大家争取时间 萨姆看到利亚娜独目难知 也上前帮忙 但大家都不是恶魔熊的对手 罗伯特更是被恶魔熊一掌拍到地上 即将丧命 连恩不停的呼唤着丹尼尔 他希望丹尼尔赶快醒来 因为只有他克服内心的恐惧 才能消灭整个恶魔 此时丹尼尔躲在梦境的树洞中 他非常害怕 就在此时 他的父亲再次出现 他鼓励女儿要勇敢起来 并告诉女儿 你比恶魔熊更加强大 受到鼓舞的丹尼尔决定面对一切 只见他苏醒过来后 直面恶魔熊 正视着自己最恐惧的根源 当丹尼尔坚定时 恶魔熊就越发虚弱 最终在丹尼尔的安抚下 恶魔熊消失不见 这一场战斗后 众人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所医院彻底被毁坏 也再也没有牢笼囚禁他们 不论是医院的牢笼 还是他们内心的恐惧 其实这部电影并没有达到 人们期望的目标 因为《X战警》系列 最吸引人的是 它的特效和华丽的打斗戏码 但在整部电影中 有四分之三的时间 是在讲述他们的故事 和内心的挣扎 只有最后一部分 才开始进入正题 如果是一部普通的电影 或许人们不会失望 但作为期盼已久的变种人系列 的确有失水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 别忘了关注点赞哦